各位桃園柯粉大家庭的大家 大家晚安 好 大家来这边不是为了要看RJ的 也不是为了要看何老师的 我们先直接介绍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贵宾 柯文哲市场出场 来 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 KRV以及对于这个柯粉见面会 不遗余力出钱出力的吴子佳董市长 好来 那刚刚我身边的何老师 我已经有介绍过给大家了 OK 那我今天就请市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先讲一两句话 这个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是坐摩托车来的 不是坐游览车来的 所以多谢 多谢 谢谢 好 那各位我们今天 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紧凑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就直接请董事长帮我们直接开场 按我们节目的惯例 先开始先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题 因为今天比较特殊 今天是这个等于2020总统的候选人的一个最关键的一天 现在目前今天看起来是蓝绿对决的这个态势已经形成 然后郭台铭放弃参选联署 所以并不等于他放弃参选 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上来讲的话 今天发生了几个重大的事情 我想先请教柯P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柯妈妈下午跑到中选会去了 柯P下午也去了中选会 这是一个我刚刚才听到一个非常惊恐的消息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早上看到新闻讲说 好像陈佩琪医师要借一百万给你 结果以我了解的陈佩琪医师 我也要成全柯医师的这个度量 应该一百万已经借到了 那我就说最后的结果到底你有没有参选 你为什么不参选 这两个问题都是属于家庭温馨剧 我们先问一下好不好 今天早上我妈妈就有打电话给我 他说那国台民不选 那这纯草包丘菜包 你按台湾是要怎样 我说啊 沒關係 我跟他讲说不要紧 这个我们总是台湾一个程度上还安全 结果我后来发现 最鼓励我选的是我妈妈你知道 不過他的出发点还是一种焦虑 就是说这两党的候选人 这台湾是要怎样 我说没那么严重 美国还把台湾排掉 后来我打电话 因为这个人要去登记还要是要一百万 我开玩笑打电话给陈佩起 我说很多人都叫我去登记 你的看法 所以陈佩起说你要登记就去登记 不过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对台北市市政还是有一个责任感 所以事实上这场选举 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要选 但是我都可以感受到 你看我即使 即使我说不选 民调怎么做都还有一定的百分比 这就表示说在台湾 在现阶段讨厌蓝 讨厌绿的比例真的是很大 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说 为什么台湾从1994年 台北市场选举一直到今天 这种蓝绿的泥道 真的让台湾人民非常非常的厌恶 这的确是有这个现象 不过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有百分之二十几的人 一直不相信你说你不选 他是希望偶选 这个其实就是对目前的候选人不满意 才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段是属于家庭的温馨的一段 那第二个问题我比较讲的比较敏感的就是说 你看我们看到前面几个礼拜 这个最大的新闻就是郭台铭董事长 郭台铭董事长从他一直消失失踪等等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全台湾最优秀的企业家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跟柯P才谈合作 然后柯P是全台湾最杰出的这个医生 有IQ的157 有两大高手经过了这个光明鼎的决战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结果突然间今天变成这个结果出来 这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结果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这个事件以后 早上我有一个新的题目 就是说企业家 他特别是跨国企业 他要处理那种国际上的这种竞争 他当然他还是危机型 很多危机型 不过后来我发现 处理企业的危机 比起我们家户病房 或是急诊处在处理那个人的死活 几分钟要决定死活 那压力小太多了 所以我发现他大概还是 但是后面还是没办法克服那个心理压力 所以你跟他近身接触的感觉 就是说 这个还是从人的抗压能力去看问题 这是医生的习惯 我从这一次的接触来说 原来是我们这种外科 要应付那种心理压力 承受度还是比企业大 为什么 因为那种生死交关 所以还是要打数一下 如果那本生死之间 可以买来读一读 他会告诉你们说 当一个人每天在生死之间 这种徘徊 看见很多这种生老病死 生离死别 悲欢离合 他产生了人生观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 当医生比较累 还是当市长比较累 我跟你讲 当然是看什么样的医生 你要说病理科 皮肤科比较轻重 如果跟我们这种 急重症外科比起来 老实讲当市长太轻松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柯市长最后有一个结语 这个也不排除继续有跟这个 郭台铭董事长合作的可能性 我看还是大家目前是 虽然是好聚 好像还没有到好战的程度 这个还是一样 他只是说他不选总统 但应该正确的讲法说 他没有去参加联署 但是后面 老实讲你们不要忘记 亲民党跟时代力量 都还可以提名 所以后面变数还很多 我觉得常常是这样 台湾是一个 人家说ROC 我发现它是 Republic of Casino 就是 赌博共和国 那个C是赌博共和国 就是说 台湾实在是充满了这种 驚奇 每天都有驚奇 Surprise Everyday we have a surprise 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 这也是这样 我们在气候上有极端气候 政治上现在有极端政治 所以这变化太快了 所以常常是这样 反而是我们作为国民 你知道 要锻炼那种 楚变不惊的能力 楚变不惊的能力 这时候有一个比较 我想所有的媒体 今天都最关切最关切的事情 就是说 未来的发展到底会怎么回事 因为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从今天开始到 11月2号是联署期 联署期过了之后 有一个11月22号 11月22号就是 登记总统的截止的最后一天 那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还有两个政党有入场券 就是清明党跟时代力量 如果政党共同推荐的话 还是可以参加总统的选举 那现在刚刚柯市长讲到的就是说 郭台铭后续可能还有变化 郭台铭后面有可能会参加 我跟你说 还是你有的 你在猜的 我跟你讲 在台湾 不要猜任何事情 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所以不要去猜 遇到再讲 我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我不用猜的 如果说有没有机会说 用政党跟你的台 某政党跟台湾民众党 共同推荐你选总统 这个东西 那不要用猜 反正是这样 在台湾就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岛屿 所以就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就好了 不过对我来讲 我就是每天做我该做的事继续做 那这样就好了 明天的事情会发生什么 明天的事明天再烦恼 这是我们当外科医生最大的本领 所以我们还有将近几个月的时间 可以来观察 到底后面有没有政党整合 重组以后 有门票的 有入场卷的 清明党跟时代力量 有可能跟台湾民众党合作 来共同推出柯批当总统的候选人 这是一个可能性 也有可能我们推出郭台铭来当总统 我觉得这个变化 你认为依然存在吗 我觉得这样 记者很喜欢问我这种题目 我每次说 对个人来讲 有发生就是1 没有发生就是0 但是对族群才有那个0.5 0.6 也就是说 几率对个人是没有意义 对群体你知道 才有这个几率的概念 可是对个人 有发生就是有 没有发生就是没有 所以常常 我现在对我的人生态度就是 认真的过每一天 快乐的过每一天 如果实在很难 快乐的过每一天 我们也要装着快乐的过每一天 但是我也发现说 因为这种过去这种30年外科医生给我的训练 让我能够做到这个 因为我们这抗压性太强了 所以这种每天这种压力变来变去 我们都还扛得住 是 所以问题是 你现在提到的这个台湾重开机 因为我们刚刚 上今天的新闻 我们也看到说 柯市长提出来的最大恐怖的两件事情 就是一个 早上爬不起床的 然后会约会迟到 偶尔会爬上树的一个高雄市长 要求我们的总统 另外一个就是 他总统端机会去走私香烟的总统 这两个 一个菜包 一个草包 那这两个让我们充满了恐惧 在这恐惧的总和之下 台湾的重开机 这个已经是一个需要 已经是个master 那这个怎么 我们怎么解决 这也是看看 如果这场选举 在总统方面的确就是 炒包跟菜包的选择 就是这种 我猜未来四个月 大概也不会再去谈什么政见 就是每天打蓝绿对抗 就是芒果干跟发大财 就是恐惧跟仇恨的比赛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觉得说 这个民众党的政党票更重要 因为如果真的三党不过半 台湾才有机会 在明年1月11号之后 整个政治版图有机会重组 如果没有机会重组 它一样蓝绿上对抗一直下去 永远我们就在蓝绿的泥道里面打转 它就转不出来 这个方面我是专家 我要介绍一下 因为台湾的民调研究很多 因为我现在的估计 但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 因为最近立法院开议 这个时代力量这些 或是比较激烈的台独政党 要求立法院党团 或是民进党 推出中共代理人的立法 那这部分来讲 蔡英文政府 上次因为你提过了 蔡英文没有接见黄世锋 因为她的民调很高 所以蔡英文已经开始准备 从这个极端路线调整到比较中间路线 因此她的选票会提高 会往中间票调整 那会有少部分的会留在极端票 那极端的情况之下 就是时代力量 一边一国喜乐岛等等这些的 小党会集中在10%到15%左右 那部分来讲的话 会变成没有一个党 没有一个党可以过5%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端来讲的话 就是看到了国民党 也就是说大概有90% 85到90的票 会出现在这个大的分布状况 情况之下 一般来讲的话 民众党有可能可以拿到 20%的选票 也就是200万票以上 那个选票的比例 会变成不分区部分 就会变成大概 国民党十四席 民进党十二席 大概台湾民众党八席 那这个八席就变成关键席次 就可以阻挡台湾走激进路线的可能性 所以变成台湾民众党 必须要能够奋起 要掌握到20%的选票 但是这个时候需要母鸡 那没有母鸡的话 现在今天看起来好像没有这样子 我倒是觉得这样 未来四个月 当整个总统大选开打以后 然后也不提政见 也不提院警 也不提说 到底他当选以后要干什么 那就是每天这样 蓝绿就是丢泥巴 他们每天比赛 谁跑的庙比较多 对啊 韩国瑜一天找21家 其实那个没有意义 因为一个庙 你从进去 从那个上香 还有献花献果 你知道 基本仪式大概就十几分钟了 所以如果一个庙20分钟 你大概就跑进去 拜拜又跑出来 什么事都没干 我倒觉得这样 未来四个月 如果整个选举就是这样 蓝绿对抗 互丢泥巴 你知道 也许会让人民重新去思考说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会 如果是执政党 在国会也过半 就是目前的民进党的状况 他就是有傲慢的态度 他就是反正法令要怎么推就怎么推 所以从年金改革一粒一休 他就是这样硬推过去 那如果是执政党在国会没有过半 是另外一个党过半 那就是以前阿扁的时代 就是整个国家是半瘫痪的状态 因为反对党就是 不管什么事都反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在国会如果可以做到三党不过半 有一个关键少数 在不同的议题 可以跟不同的合作 可以逼迫大家 去做比较理智的思考 比较合理的决定 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 台湾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慢慢的 我们国民的水准也慢慢再提高 所以总有一天 人民会更清楚的去做选择 坦白讲 2018年那场选举 其实我最后两个礼拜 从萤幕上消失 完全看不到我 因为我们都没有买广告 我给你报告你街市也会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不是每天有十几台摩托来吗 我就问 你们都每天十几台摩托来 怎么晚上回去 新闻都看不到我 他说人家有买新闻的 有花钱买新闻的 都播不完 你这个没有买新闻 我说新闻一定要买吗 他说坏消息是不用 我听一下我三条线 坏消息是不用 好消息都要买 我说那算了算了 所以你仔细想想看 去年是11月24号投票 11月23号 那个叫选前之夜 你知道 每一个台都没有台北 我那个 我的厂都没有 都没有荧幕 因为大家都花钱买 注入性行销 没有买就没有了 不过它是这样 但是 但是 竟然我还选赢了 这表示说台湾已经有 至少有足够的民众 他是开始能够理性的思考 他愿意说 我跳脱蓝绿 我选一个就真正是做事的人 有在很认真做事的人 也许他的包装不是很好 也许他也没有看到他的文宣品 没有看到他的旗子 没有看到他的造势场合 也没有他的什么木管餐会 你知道 但是他还是有 至少在台北市 已经有40%的人 愿意选择这种很认真做事的人 还继续当市长 所以坦白讲 今天这些很清楚 这些都不是坐游览车来的 纯粹是自动自发来的 在以前 以前一定都要坐游览车来 花便当 花水 可是很清楚 这些都年轻人 自动自发来的 他就是说 他愿意去听一个人 去讲讲看他的理念是什么 他不是被动员来的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随着 有人对台湾的民主觉得很悲观 但是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台湾从解研到现在才30年 我们有什么理由 跟瑞士 瑞典 或是美国 美国从1774年到现在 也200多年了 250年了 所以我们不要幻想说 我们台湾30年的民主化过程 跟人家200多年的要一样厉害 没有道理 但是这样 如果我们能够坚定这种理想 每天再进步 我觉得 台湾应该会越来越进步 所以 其实我最近 也有去跟一些长辈的讲话 他说 你不用再坚持理想 他说你还四年了 你这边不算 还四年了 台湾的政治文化不改变 我说 人家新加坡也是华人 你知道 为什么新加坡可以文化 很有效率的企业文化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理想 愿意去努力 所以还是 人应有梦想而伟大 我还是坚持这个理念 新加坡跟台湾不太一样 因为新加坡是高度的主张 他的法治国家 所以他的民主的程度 却是落后台湾很多 所以因此 他是一定程度的 叫做精英专制式的独裁 所以他可以 而且是个城市国家 比较易于管理 但是他的专业很少 他可以做一些服务业类的东西 可是台湾是个生产国家 我们台湾是个中等的强国 这个中等的强国 他台湾的民主化程度 是亚洲第一名 我们的媒体的 这个能干的程度 爆料程度 是亚洲第一名 所以你刚刚讲的 坏事一定帮你报 你放心 所以这台湾的文明的 这个内涵 跟新加坡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这台湾的问题 所以我想请教你就是说 其实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我们还有一个旁边 还有一个强敌 中国大陆一直准备 要虎视眈眈的病通我们 所以我们有外部的压力 我们有内部的斗争 所以我们内外之间 一直充满一个紧张的状况 但是这变成一个 生态的一个平衡 所以为什么今年很重要 因为2020年非常重要 因为很少的出现说 突然有一个国民党 那么大一个百年政党 会选出那么笨的一个候选人 这是很难见 你知道吧 那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说 上天也给我们一个改变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必须要强调 第三势力是不是确实有空间存在 确实是不是有市场 第三势力本来就有空间 因为事实上 从以前那个总统民调 我即使没有说要参选 他还是永远有二十几%支持 所以表示第三势力是有存在 你刚才在讲台湾的历史问题 有一本书 汤恩比写的历史研究 它提出一个很重要概念 叫挑战与回应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民族 他没有遇到挑战的话 他没有办法发展文明 所以你看看黄河 尼罗河为什么会出现文明 因为它会换蛋 它每次换蛋 所以你看密西西比河 就不太容易出现什么古文明 因为太舒服了 亚马逊河也没有 所以老实讲 挑战与回应 它这个概念就是说 有适度的挑战 当然挑战太严苛 有时候受不了 但是完全没有挑战 会让那个民族安逸 所以台湾 作为整个东亚世界最先进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一个历史冲突之地 一下子西班牙来 一下子荷兰来 满清来 日本来 美国来 中国来 所以台湾在400年当中 他不断遇到外面的入侵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的运气很不好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因为这样 让整个台湾民族 变得非常的活泼 非常有活力 所以台湾的民族化 为什么在全亚洲 至少在整个东亚地区 台湾的民主自由还是全东亚最好 我觉得跟台湾常常要面对这种 世界局势的挑战很有关系 所以挑战与回应 你知道 我倒觉得 我们不要把我们台湾面对的那些挑战 视为是一种不幸 历史 地理上面的不幸 有时候倒过来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机遇 所以是这样 如果没有草包跟菜包卡在那里 我倒觉得这一次台湾民众党要选环的不好选 我们现在最痛苦的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只是很卑微的希望一个 准时起床的总统 准时下班的总统 对不对 那你七点半上班 十点半下班 我们只是要求这样就够了 然后不要贪污 不那么简单 台湾总统只有两个标准非常卑微 现在这两个党都做不到 那怎么处理 这是我们的危机 不是文明问题 我们不能比黎罗和 黎罗和的事情是几千年前的故事 我们现在灾难就在我们旁边了 韩国瑜当总统 我一定要移民你知道吗 被移民不可 这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不起 可能中间有韩粉在 但他会跑去爬树 对不对 爬去闻水 对不对 然后明明他迟到 他还就故意叫日本人去绕 去绕别的地方 这个是太奇怪的一个人了 对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革命分阶段 我刚才在讲说 我为什么对台湾的现况 不要觉得沮丧 因为没有理由 我们民主化30年 要跟民主化200多年 有一样的水准 坦白讲 我在美国住过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要很诚实的讲 美国国民的平均水准 还是赢过我们 就是说那种手法 手思 然后这种 见义勇为 其实这种国民的素质 有时候我们要很诚实的讲 还是赢我们 我跟个年轻人讲一个故事 我那小学的时候 我那小学五年级六年级 那个10月31号 要做灯笼要做标语 要去马路上游行 给蒋总统助寿 我每次讲这种故事 年轻人都觉得我们在讲漫画 我说你不要觉得奇怪 你看北韩那个样子 30年前我们就是那个样子 我还记得民国64年老奖死的时候 就是那个一样路边都要摆桌 要跪拜 可是在民国64年到现在 40年后 我们当时觉得好像很自然的东西 现在看起来就很 没有人认为那个是对的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在过去40年当中 台湾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还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希望台湾会更好 所以面对挫折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当做 这是一个挑战 那我们要一个好的回应 要好的回应去改进 所以重点不是现在多差 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更好 问题是我们的问题非常严重 我觉得柯市长他对未来 充满了光明跟期待跟希望 我曾经在公开讲过几次 从2018年的这个主计处 给我们公布一个数字 20到24岁的年轻人 总共有12.47个百分点的人 失业在家 100个人 你们将近13个人找不到工作 我们面临这个政府你知道吗 这个我没有办法 我宁愿去北韩去拿标语 有饭吃也可以 他这政府有多空你知道吗 他学贷还去还 多少人还在学贷没有还完的 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 蔡英文的政见 已经是绝对优势的总统 他会当选的总统 他一个字不提 然后韩国瑜跟蔡英文比 说你看我去21个公庙 我早就跟他讲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地方 台南有3000家公庙 如果韩国瑜想去的 跑公庙的话 可以去台南跑 他可以跑一年跑不完 我跟他走的 怎么会有这种的政治的 这种典范你知道吗 这个是大家在比赛 做很烂的事情 两档比赛做烂事 这是我们台湾的危机 但是台北市不烂就好了 我们台北市还是努力在做 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点 我们台湾 50万的失业人口 80万的外导 表示说我们台湾有结构性失业 其实我们那个 技职教育真的要重振 所以我们台北市 今年在技职教育 就做了很多改革 比方说 学科的科目跟人数要每年调整 为什么 因为如果毕业 我们很简单 只要不同的科系毕业 算那个毕业第一年 它的起薪 你知道 如果它的起薪是比其他的低 就表示生产太多 要缩人 要减人 但是这样 你要是好几年才调一次 很难调 所以后来我就下定教育局 我们从现在开始 每年会调整那个 技职的学科跟人数 也就是说 你知道 要随着时代的需要 不断的滚动 所以我们要教学生 你知道 未来的社会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教我们老师会教的 我们要教学生 怎么应付未来的世界 而不是教他去认识过去的世界 所以 我倒觉得这样 不管是技职教育 你知道 或是我们的国际教育 我觉得 我的态度是这样 抱怨也没有用 就认真做就好了 我现在不是在抱怨 我要跟柯市长 跟稍微网民来谈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就是说 现在的蔡英文总统 我公开提出这个议题之后 她从来没有关心过 年轻人的事情 没有关心过 年轻人的就业的问题 她每天提出一大堆 一长串的一个清单 说她做多少事情 我举例这样讲 她说我们的经济 发展得非常快 将近有几千亿的台资 回流到台湾来 但她不知道 那个是属于因为中国大陆碰到困难 所以她那些台商不得不回到台湾来 可是那个是叫做昨天的科技产业 那我们要做到二十年后的下一代科技产业是什么 她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总统跟我们的行政院长不谈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现在的两个主要蓝绿两党的候选人 他们对年轻人的议题从来一个字没有提 完全没有提 怎么会有那么轻松的选举 让它一直发声 然后最近一个月来 所有的媒体报导就是沟台铭 结果沟台铭结果今天搞了一个放鸽子的游戏 大家完了 结果看到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蔡英文的民调继续在高档 然后香港继续 中共继续在帮她补充她的香港反送中的补血 蔡英文就躺在家里就可以当选了 就是我们国家陷入危机 我们的年轻人陷入危机 我们国家年轻人没有竞争力 我们的年轻人的学贷还不完 这些事情谁负责 年轻人如果没有未来 这个国家没有未来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座都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年龄段的受害者 全部都是受害者 可是我们这个国家把你们放弃掉了 他们没有管你们 所以这才是科病里面临到的问题 我现在想要谈的是这个东西 你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去二月去以色列 我看一看 你知道以色列的学生 他在国小国中高中 他的学策是输给台湾的 可是以色列已经有大概 大概20个Nobel Prize 这也是回到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政治没有随着环境的需要改变 以前台湾在做代工 代工 我们是加工出口区 还有那个新竹科学园区 我们是做OEM ODM就代工 在代工的时候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用最短的时间 以最便宜的成本训练出一批 有效率有技术的工人 所以当时为什么要填鸭式教育 可是填鸭式教育 我们训练出来就是专门做代工的OEM ODM 那GDP就是2万2 可是如果你希望你的GDP要更高 那附加价值就要高 那个就要有更多的创新在里面 那时候的教育就不能再用填鸭式教育 他讲的是你要怎么创新 所以明白的讲 台湾在过去50年来的教育 我们都在教育学生怎么当工人 我们从来没有在教育学生怎么当老板 怎么当发明家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产业要升级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有嘴巴喊产业升级 连教育的模式都要改 教育要开始改 人家叫创新 叫什么 所以我去以色列看 我就说奇怪 以色列的小学生 他算数比那个学科比台湾差 就是在全世界那种比学科比赛的时候 平均 以色列比台湾差 可是以色列的新创公司 几乎等于是整个欧盟的数量 所以也就还是回到那句话 就是说 其实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台湾在过去这20几年来 如果他经济发展辞滞 或是贫富悬殊越厉害 就表示说我们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改变 再来就是说我们训练 我们的大学教出了一大堆 目前社会不需要的人才 所以我去史丹佛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史丹佛大学的教育长跟我讲说 我们史丹佛大学要开课 都是把那个矽谷的老板找来说 你们矽谷需要开什么课 他才史丹佛大学就教什么东西 所以他是市场需要 他是教市场需要 而不是教老师会教的 所以回答你的话就是说 简单的讲就是目前的政府 对整个外在环境的改变 他是没有反应的 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这两个问题 我想挑战这两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蔡英文总统 包括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 这两个人 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 居然不去讨论这个议题 而且完全不去关心这个议题 这是我今天所谈的 因为在野党跟执政党本身 是产生一个check and balance 他互相竞争 当我竞争一个议题的时候 我能够当选 他现在这两个党 这两个细于我们国家未来命运的 两大政党的候选人 完全不关心我们台湾的未来 我们年轻的未来 这是凭什么他们敢这样做 理由很简单就一项 因为他们没有面临到挑战 蔡英文如果他稳当选 那韩国瑜认为说 我当不当选无所谓 反而我要在国民党内夺权成功就好 那我们的第三个所谓的挑战者 到今天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人叫呂秀莲 那他昏倒了嘛 那大家都昏掉了 你知道意思吗 那问题是说 那这两个人怎么办呢 你讲的蔡包跟草包 因为草包是我第一个叫他的 我忘记是申请专利权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蔡包是你先发明的 我不晓得 蔡包是你先发明的 我们两个一人承担一半 还没有被告 我还是相信 国家是力量在于国民群体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反省就是说 如果在台湾买票有效 那你要怪谁 还是国民的水准 百条比较有效 那就是国民的水准 不可以这么怪 那两个党都买 其中一个党不买票会当选 大家都不买 不是啦 我是说应该是要做动 不能怪老百姓 怪老百姓是最不负责任的那种态 我倒觉得这样 买票有效他才会买 买票无效他怎么会买 所以买票有效 这个还是一个问题 再来就是说 假新闻可以在网路上 横行这么有效 所以我倒觉得还是那句话 国家是力量在于国民全体的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 我们也是在讲说 我们要做文化的传道者 我们要做文化的倡议 有人觉得你这个讲得太理想了 但是我还是相信 有一天台湾也可以变成瑞典 瑞士那个样子 还是要不断的 国民不断的精进 这是我的想法 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 我也去过瑞典瑞士 我也期待我的家乡 我的故乡 能够变成像瑞典瑞士一样 但是有一招最快的一招 如果你让他们会落选的话 他就会听你的话 只要你来参选 他就会落选 不简单的事情 外科手术 最简单 好像我应该今天早点去登记 我还是这样 我也觉得我们不太 我还是认为我们很难 一天改变整个国家 我自己当台北市长的经验 前两年真的很痛苦 因为以前台北市政府 还有阳明党部 阳明党部是国民党的党部 所以我在议会 国民党议员在说我党政部分 我真的是很惊讶 我说你是用谁的标准 说我党政部分 你要说用政府官 那种 我最近去高雄 我这样听一听才严重 不过至少我们当台北市长 还是有给他改掉一下 但是你说用总统的高度去 但是我为什么说 没有办法一下子到位 因为即使我当台北市长 台北还是一大堆尾箭 这尾箭要怎么处理 还是要坚定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 慢慢去处理掉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我觉得革命分阶段 我们真的不要幻想有一天 你知道一二三 然后台湾就突然变好 还是要再坚持理想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去做 慢慢慢慢的 相信这个理念越来越多 台湾慢慢会改变 我认为像从2014到2018 台北市有没有被柯文哲改变 有啊改变很多 邻里交通改善计划就是 你看我当时要收路边停车收费 我在议会所有的议员都骂翻了 我相信现在台北市 你问说我们要不要路边停车收费 公投会过关 这个就是慢慢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所以常常很多人在讲说 你当台北市长 到底台北有改变什么 我跟你讲 你理解说 那个巷子里面有画绿色人行通道 那就很大的改变 我昨天还自己去骑乌bike 在那个 到台大那个地方绕一绕 因为我在研究那个脚踏车的自行车道 要怎么设计 会比较安全 所以慢慢就说你就是每天做每天做 但是这样 我们做的目的并不是说 我们自己一个人来做 我们是在做 它是一个demo 它是个示范 然后越来越多人都相信 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我讲一个故事 从阳进来 我打个岔 你讲的都对了 但是我刚刚跟你再强调 起码要上班 起码准时上班 对不对 说一过头搞什么东西 那个不上班那是完全没办法 那是没情况 所以不上班现在要当总统 你怎么办 你大概吓死了 所以这才是大问题 所以我刚刚 你现在面对的 我当然同意了 因为柯B在台北市做很多事情 都是他身体力行做很多小事情 其实只有两个特点 柯B就是不贪污认真 那不贪污跟认真 在我们做人的标准里面 好像是属于一个道德的底线 但在政治人物里面来讲的话 好像不是道德的底线 好像是一种典范的 变成一个崇高的典范 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 就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check and balance 因为制衡他的力量 会让他弱选的力量丧失掉 我现在才谈这个东西 尤其今天我的感受特别强烈 本来我寄望说郭台铭能够去 列解国民党 然后柯B列解民进党 两个加起来 就创造了一个 三党政治的一个新的纪元 结果今天搞了半天 你五点半离开中选会 然后 nothing happen 这搞什么 这变成今天的情况 所以我主要说 政治文化是一个长期事情 我们实在是碰到一个政治的危机 那危机的话 你发挥你重症科医生的那个优点 是不是说能够很快的 能够帮台湾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不过老实讲 其实组织永远比你想象的困难 而且更重要要有团队 要有相同价值的一起努力 以我当台北市长的经验 我倒是觉得那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 就是说你一进台北市政府 然后举目无亲你知道 然后看起来好像大家想法都 有五大案 然后那个 我跟你讲 常常人家在讲 你五大案办的怎么样 我跟你讲 五大案最大的成绩是什么 我们针对那五大案 把整个台北市VOT的 设定地上权的SOP 全部都重修一遍 所以我就讲 2014年我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看晚上call in节目 美和事 大巨蛋 松烟 山创 双子星 山中案 国发院案 新升高案 花博案 富邦案 我当台北市长你有听过什么案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就是我们针对那五大案你知道 把所有几乎整个台北市VOT的规则 你知道 全部都 SOP 如果你当总统 你的专机会不会去带香烟 但是这样 我要很诚实的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当总统 那个走私香烟 每一个人都抓得到 没那么容易 那个就是 其实我如果去当总统 我跟你讲 前两年一定也是很乱 因为就是你忍不够 你没有把他全部都管到 要慢慢慢慢慢慢改 还要花 一样要花时间 所以与其去做一件 你不是很有把握的 不如你就做你很有把握的 一步一步把文化扩张 我倒觉得有时候是这样 成功不必载我 但是失败不可以因为是我 还有一点 我觉得这样 我们要每天身体力行 让台湾人民相信说 政治文化可以这样 至少2018年 我觉得我做到一件事情 我2018年 我没有办募款参会 我就是那一次募款 募了4500万 加上我房子拿去贷款2千万 就这样 我们就要把他选完 我跟你讲 去年的选举 有谁是没有办募款参会 没有跟人家更明白的讲 有谁敢站出来说 我没有跟人家拿那一包的 没有登记名字的 我说我没有 你去问那六都其他的候选人 有谁敢站出来说 我没有跟人家拿那个 拿现金 然后没有入账的 你不是说因为这个 蔡壁如骑U-bike去 不用办法拿 他就骑U-bike去 那个人就要拿钱给他 他说我这个U-bike 装不下去 要骑回来 真的 我觉得我们 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人家这样也选得上 有这样选上台北市长 很多政治前辈都跟我讲座 我说你这样没事 你这样不行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坚持理想 你知道 我们坚持理想 但是 我们只做最小的妥协 但是你不要 还没坚持就先妥协了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理想 我也不是说我们铁板一块 绝对不改 不会 该改的我们还是改 但是我们还是有梦想 所以你看我去年的选举 我真的 我2014的选举 你知道 我还有募款参会 还有什么 我到2018就完全没有募款参会 全部小和捐款 那今年的 现在是还没募款 因为上网第一天 就被骇客攻击 网站就挂了 马上遭到这个不知道 来路不明的网军攻击 然后就挂了 而且更惨了 好像损失好几万块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是 因为是要去上网登录 他会送一个简讯给你要册 那个叫密码 要输 结果他就用机器人 一下子把我那个 发简讯的钱全部发完了 所以他不再干掉我的网站 他还让我多发掉 要发网 那个简讯的钱十万块 把我全部用完了 不过是这样 我倒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活在这世界上 你要坚持做理想的事 还是会遇到很多坏人要打你 但是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妥协 还是可以做到 我觉得 我觉得从2014到2018 我跟大家讲 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 很困难 我跟你讲 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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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没有 所以2018年 人家说你2018年选举 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我就是我的竞权办公室 开幕 两个礼拜就被我建管处抄掉 他为什么敢抄你 因为十字等以上全部升迁 是用临选制度 市长也是一票而已 但我发现 我的升官跟市长无关 有关一票 你知道 所以他就敢依法行政 所以他敢依法行政 这也进步 我们敢不去 敢说不说政治先进 还是打得赢 所以我要跟各位年轻人讲 我们在这世界上会遇到很多错识 每天都有人跟你讲说 这样不行 那样不行 但是 我就是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就是有一个人坚持做 我为什么有这个概念 你知道 因为我是新竹中学毕业的 我新竹中学 我念高中的校长 他做了30年 就新竹中学校长做30年 他就是坚持他的理想做了30年 所以以前 我每天都在讲说 什么中国的官吏怎样 我看到有一个人 曾经为他的梦 为他的理想 坚持30年不改变 所以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启示 就是说 以前我的校长都可以当 新竹中学校长30年 坚持他的梦想 坚持他的理念 你知道 教育理念 为什么有一天 我们自己当市长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 我觉得还是 还是可以试试看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第一阶段的学校 到这边告一段 来 交给主持人 这个坚持才有办法 有成就 不过刚刚市长讲一句话 市长说 成功不用在他 可是 就是台湾有他才有希望 对不对 感谢 非常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